第六个问题 提醒老法子利用三到五个小时为大家讲解 佛说发灭尽尽 让大众生警惕心护持正法 不要说这个发灭尽尽了 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差不多了 你们只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世界是会毁灭的 那不是罚灭尽了 整个地球灭尽 前天还有一个人 从网络上传给我这个讯息 时间那就太近了 2012年 2006年还有6年了 大概没这么快 一般人的看法的时候 应该不到100年 这个世界如果不能够改善的话 不能超过100年 也就是说 这个年轻100年 很可能 整个地球上人类会像从前一样在地球上消失 这什么原因呢 造业太重 供业所感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贪婪 贪心 地球上的 地球上的这种事情 不是发生这些次 以前有过 这科学家 他们从考证说 至少地球上曾经发生过三次到四次 都是科学技术 发达到顶端的时候 人能力道德完全没有了 完全变成做事之力 也不相信有鬼神了 科学万能 纵欲 贪婪 无恶不足 所以整个地球地科产生变化 这个落地沉到海里面去 海里面又冒出这个新的地方 那我们这个十楼那里有个地图 那就是美国人画的 大概是在三十多年前 我在美国的时候 看到这个地图 买了五张 那很大张的 很大张的 买了五张 这个老搬家了 这是二十多年了 搬来搬去都不见了 就剩下这一张 这一张 这边这一张是复制的 缩小了 缩小的 复制的 还能看得清楚 你看看这个地图 你就想得 那么在从前 古老的预言里面 说这个地图 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在1999年 到2000年 你看这个 西方的预言 都是说的 这个时候 为什么会 那一年没事情呢 那个时候 我在新加坡 新加坡有个 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 就提出了 明明有灾难 为什么会没有呢 他来问我 我说很可能 是因为全世界人都知道 这个事情的时候 是在16世纪的时候 就有一些预言家讲到 就400年前 大家都知道 99年这个世界有大灾难 所以 所以全世界 每一个宗教徒 在这个时候都祈祷 那个有管用啊 就像江本胜 波斯 做水实验一样的 那个祈祷是个善意啊 所以不是没有了 是你祈祷的时候 把它缓活了 时间呢 再往下延长了 如果这种心 这个善心 永恒不变 这个灾难就不会发生 那祈祷过后 两三年没死的 哎呀 这是明信的 这是预言家错误的判断了 现在说 比以前还加倍的这个狂妄 造业就更严重 造的更多 那换一句话说 这没几年争点 又会出事情 那么这个是 是预言家所说的 那另外的是 我们去看 学者们所讲的 这个 二十世纪 中 英国这个 汤恩比波斯 那是世界上最有名的 一般人体的最尊敬的 一位学者 他是七年 一九七几年过世 他曾经说过 他是预测这个世界 他那时候想的时候 如果人要不回头 他说这个世界 人类很可能过不了三十年 他有这么一个预测 那如果这样的预测 是过不了三十年呢 那现在他们传的这个讯息 是二零一二年了 那跟他这个预测很接近 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加以警惕的 那我们一般的想法的时候 是讲在这一个十几目 你看呢 那个 中华生就是给你们讲英国报应 提到美国的开西 美国的开西就是这样的时候 是 两千一百年以前 这个世界就会变成那个地图的样子 他说到那个时候 他会再回来 看看地球上的新的状况 这个在他语言里就有 所以我们不能不警惕 那么同时 佛跟这个外国人时的这些神灵 他们提出给我们很多的讯息 这是最重要的 告诉我们 人不会死的 这个信息非常重要 跟佛法讲 我们的灵性不生不灭 所以你对这个就不会产生恐怖 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 地球毁灭 我们到哪里去 善行善行 就往上升 天天卧念卧行 就往下坠落 这肯定的 这是大事情 那最好的选择 是移民到极乐世界 是最好的选择 现在认真努力 纵然是 这个五六年之后的事情 也不怕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所以对这个事情 就一点都不担心 也没有恐怖 这个世界 万云放下了 无论对人 对事对物 不要去计较了 不要放在心上了 要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 有这个机会 尽量做好事 这些功德可以带着走的 你造卧业 那个卧业会带走的 善卧业会带走的 这个身体 不要了 那不是无所谓的 要懂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真的明白了 你肯定了 一定忧虑 恐惧 都没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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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